对于地方工作 你觉得最应该在意 和最不应该在意的是什么 本脉真的很重要 就是如果给你这个 就是重新选择工作地点的 这个主动权的话 你会想到哪个城市工作 都是我两个非常向往的城市 因为生活的话我可以 那我可能大概就会选择国内 Hello 我是你们的UBC学姐Conny 我是你们UBCConny学姐的学姐 许多多 上一期我和多多回顾了 我们毕业时求职 和初入职场的心路历程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现阶段对工作的看法 还有个人成长 好 进入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工作 你觉得最应该在意 和最不应该在意的是什么 可能最应该在意的 会是工作的环境 然后工作内容 以及上市的空间 最不在意的地方 薪资吧 因为我知道加拿大这边 都会有minimal pay 只要是在合法范围内 然后我觉得一个相对OK 能支持生活下来的一个薪资 就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经验还是最重要的 就最开始的时候 还蛮看重公司的规模的 就比如说我会首选大厂和大公司 因为我觉得他们带来的平台 是更广阔的 而在这个平台上呢 你会有机会接交到非常优秀的上司和同事 然后通过他们 你会获取更多丰富的资源 我觉得这个是对个人的出息成长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在大公司的经历 也会为你的建立增色不少 人脉真的很重要 就是包括你之后可能找工作呀 你需要一些人给你推荐啊 就是这些人脉都可能是在日合会帮到你的 我现在目前的工作是我第二份工作嘛 我为什么会了解到这份工作 是因为我在上份工作中 有一位同事他曾经在这个目前我工作的部门工作过 所以我通过他就是能更加好的了解这个部门的背景啊 团队氛围等等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平台非常重要 那你会不太看重什么东西吗 我跟你讲的一样 就是第一顿工作 我不会太在意薪资和待遇 薪资我们后面慢慢来 后面就有的说了 对 那你会觉得现阶段 最在意和最不在意的是什么 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会比较看重的可能就是 公司的一个层级架构 你能看到上司的空间 对 就我知道可能我的上司是谁是谁 那他给谁汇报工作 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对我自己的未来规划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知 那可能第二个我比较在意的就是 工作整体的那个氛围和我所在团队的一个氛围 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 因为地产类的项目开发嘛 那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协调 那就是我这个部门 我长期工作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如果我自己能够相对比较开心的去工作的话 我自己的工作效率也会增加 那再一个的话 我可能到现在就可能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 可能就会对薪资啊待遇呢 有一些要求了 如果是你找下一份工作的话你会怎么就是会对哪些方面比较看重呢 我会很看重团队氛围团队的之间的默契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会给你的工作带来就是幸福感 当然说这个可能会有点很难 就是比较难追求 但是我发现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工作上好好发展就是建立你的关系网等等的话 你的团队就是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是在一个很不健康的集体下工作的话 首先你自己可能也不会工作就是太久 对对对 然后其次你也会看不到就是发展空间 我不会太在意就是工作地点离家的距离 还有如果需要我relocate就是要到另一个城市去生活的话我可以 哇那如果想让你叫到那种比如说是蒙特利尔啊或者是卡拉加里啊稍微就是离温哥华或者是多多多这样的大一点城市稍微远一点地方你也OK吗 那要看公司了 如果给你这个就是重新选择工作地点的这个主动权的话你会想到哪个城市工作的温哥华以外 我其实一直很想体验东海岸的快节奏生活 比如说多伦多啊纽约都是我两个非常向往的城市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就是逼自己一把 所以我很想到那样子的环境下去冲刺 去更快地提升自己 我感觉温哥华就是比较适合养老一点 不管是工作节奏还是生活节奏都就是相比那种纽约或者多伦多这样更快节奏一点的城市的话会慢很多 多多你呢 我自己还是比较念旧的一个人 所以让我重新选择一个生活的城市我可能大概就会选择国内就是四川就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 因为可以见到家人和朋友 其他的城市其实我就没有想过了 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就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嘛 我自己是比较念旧 我就觉得那温哥华我待很久 我很熟悉这个城市 不管是人文方面的还是就是说工作方面的 我自己就是蛮了解的我觉得也其实还不错如果生活下去我也是ok的 那你现在从事的工作需要你去考什么证书吗或者积累一些什么技能吗 求职初期的时候我有就是尝试过考一些就是建筑规划还有地产相关的证书 最开始的话我是有拿到那个美国的绿色建筑认证也就是这边的lead 然后我觉得是会在简历上加一点点分吧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没有对证书有那么大的要求 还是实际的工作经验更重要吗 我做的工作蛮需要一些硬技能的 比如说我的工作需要会修图 会做海报 会剪辑视频 会写文章 还有会编辑网站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你比如说你会用adobe suite 你会用photoshop lightroom这些来修图 你会用canva这样子的软件来做海报 用adobe premiere或者是final car pro来剪视频 这些都是我在大学时期或者是毕业后慢慢积累的一些技能 证书的话倒是没有就是一定要对没有硬性的要求 你有没有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来提升进行 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会就选择睡片花一点的时间来学习 就比如说通勤时间再去公司的路上下班回家路上 或者说比如说一个人出门的时候 会听一些播客之类的播客上的节目 就可能会有财经类的或者是政治相关的或者是一些专业相关的 都就是会听这些 我呢就是关注我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好像经常有在上课 就这完全不是因为我好学啊 是因为ubc有提供这方面的免费福利 可以免费上课 所以这个羊毛不好 对所以就是上了一些比如说日语课呀 品酒课还有project management这方面的课程 以前会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上这方面的课 探索未知自己的那个过程真的非常有意思 对就像我们平时做自媒体嘛 然后也算是一个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嘛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不同行业的人 然后你可以看看 你可能说不定会发觉你更多的感兴趣的领域 然后去学习这样 是的 嗯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 记得关注去多多的小红书 还想看什么内容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